你想要來講一下當時搜集的狀況 我們大概在下午5點06分的時候 接獲勤務中心派遣說有一名女性的登山客在柴山失蹤 那接到立民的電話我們就立即轉報給壽山管理處寫詢 那我們就在柴山就兵分兩路 然後後來就有大概約6點05分的時候 下午6點05分的時候就有受款處巡迫 那就排除一些障礙 那順利將這名女性登山客帶下去 現在連續假期大家都在戶外活動 那麼很多民眾都喜歡爬柴壽山 柴壽山也是我們高雄人的那個後花園 那希望民眾在爬柴山的時候 那希望可以結伴重新 最好是不要單獨一個人 上站